好了 我們今次講的這個題目 創傷得意志其實很多人都需要的 你不要想著創傷是那些 真是創傷得 哎呀 我好慘啊 我好不開心啊 我好煩啊 哎呀 我要吃 有些人真的要吃情緒藥 我要去到那個位置 不是一定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創傷 有時可能是小事 可能被人傷害 罵過 得罪 以後心裏面又不開心 創傷得意志不只是我們 我們可以幫人 所以今天的訊息 第一幫我們自己 第二幫人 其實大部分的人 是未完全療傷 怎樣療傷的人是怎樣的 你發夢都會發平安輕散的夢 如果你發覺你發夢都是 有時惡夢啊 怕啊 那你裡面的創傷未療傷 如果你發覺我們有時有些自然反應 是會有些自然反應 你覺得別人不喜歡我啊 別人少看我啊 即是裡面的創傷都未好 而事實上呢 大部分的人 即是在外面更加是很多人 真的需要醫治 我今天所講的呢 一方面講一方面 一會兒我都會用個琴 帶領大家怎樣去經歷創傷的醫治 是幫助大家和神的關係更加好 還有呢 原來耶穌靈今天呢 就是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亦都是來叫勞苦丹重丹的人 得釋放 因為耶穌想人在天國呢 在教會裡面呢 在神的家呢 就不是每個人都 哎呀 我有重丹 我回家又有吵架 我有不開心的 而是想我們呢 在教會又開心 回家又開心的 並且呢 祝福這個世代的人 因為在這個世代呢 傳聞其中一樣最容易 和最容易入手的方法 就是在人的床上 在你認識一個朋友 有沒有失眠呢 有沒有不開心呢 其實我們有些單張 一會兒大家可以拿回去的 我們都放了一些在那裡的 那些單張呢 就是用人的失眠 低沉 煩惱 激氣勞曹 家庭的炒鬧 疾病 人很多時候 心靈不好身體又不好 或者是對於前路很擔心 就是用這個入手 也有經文的 然後用這個來幫人 是一個好的方法 可以向人傳呼音的 好了 那我想解釋一下 這個創傷的過程 我今天講這些呢 有些都是很重要的理論 那你喜歡可以拍照 但你都可以將 如果你將你的電郵給我 我就可以傳給你 那你就不用擔心了 那你就在群組 好了 每一個這裡參加的人 都可以參加我這個 崇拜的群組 我就會 就是你在裡面發出你的電郵 或者你個別發給我 我就會傳給你的 就可以呢 就去幫助大家 是將這些教導 都應到你的生命裡 所以你 反而你不用去拍的 你喜歡拍的 可以拍的 好了 那我們明白創傷的過程 是有重要性 因為你明白了 你就懂得在哪裡去拆解 而為什麼很多人進入了深度的創傷呢 是因為他在中間沒有拆解 就是沒有拆解呢 就中了敵人的詭計了 那我們一起讀一讀那些字好不好 第一就是人傷害性化和行動 第二呢 受落了傷害了 第三 反覆思想 怨恨自憐 接著呢 不用正確方法處理 然後最後呢 深層的傷害人和生命 那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 但是這個過程呢 分析到呢 就幫我們大家拆解 第一就是 人的傷害性的說話和行動 因為人有時候 熟的人 家人 甚至有時候在街上的人 試過有一次我去買東西 因為我又高大啦 大腿也粗啦 那呢 他就找不到一條褲子對我做 他 我都說 你找到一條褲子對我做 我會買 因為我買不到 我去過第二家又買不到 你有沒有 不過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香港買的衣服呢 是有些大尺寸的 以前呢 那些大尺寸很少的 不知道 以前呢 他賣了多數是給普通身材的人 那我試勻完之後呢 那我就 找不到一條 那我就走了 我走了的時候呢 他就 他就罵 這麼大個人 試完又不買 我的身體 我想買 你不能讓我買 我都覺得很搞笑 如果一個人 不懂得處理 都會覺得 買東西是被人罵的 那有時候 有些 有些這樣的 無枉之災 一些這麼小的事 有時候有些是真的 也都會家庭有些傷害 就是 或者在學校 學校裡面的習慣 說話的方式 是甚麼呢 扎人 是吧 寸人 就是呢 說話令人不開心 甚至基督徒有時候 都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說 搞錯呀 這樣都做不到 這樣都不懂的 哎呀 就是看你 這麼蠢的 這麼奪的 就是有時候 一說話 那個人就入了心 有些人說 我們講笑而已 其實這些說話 不是講笑的 就是你說 你這麼蠢啊 我說笑的 這個不是笑話 就是那個人聽完 哈哈好笑 好笑 你說我蠢好笑 有些人說 你說我蠢好笑 沒有人說是好笑的 因為個個人 真的覺得裡面是傷害的 所以我們大家留意 我們千萬不要說傷害的說話 因為說傷害的說話 他是辱罵 你人的辱罵 落在耶穌的身上 就是辱罵 我們辱罵 落在耶穌身上 耶穌受諾 耶穌就說 你知不知道你罵過我 如果我們做在耶穌 耶穌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祝福他 就做在耶穌身上 但是我們罵人 耶穌第二天說 你知不知道你罵過我 就是罵在耶穌身上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說傷害的說話 然後重點就是 如果我們不受了傷害 譬如那個人我沒有受了傷害 我轉身我就 他的問題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這樣罵 每個人都進去罵 不過現在的受課員是很不同的 他多謝你 有時候我說 我先走一下看看 他說不要緊 很輕鬆 但以前那些又罵 試那麼多 看那麼多都不買 這樣 我們不受了傷害 就沒事了 其實下面就沒事了 不過人是很正常受了傷害 被人罵完 是很少人馬上說 不要緊 不要緊 這個就是不受了傷害 這個就是個鑰匙 你不想受傷害 很重要就是說 當人傷害我們的時候 我們說 他不開心 他容易罵人 他容易激氣 是誰的問題 他的問題 如果我有錯就認錯 但如果沒有錯 我不用背著的 但很多人說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就會容易受傷害 所以我們就不是人之常情 是神之常情 我們有神的聖情 就是說 人家傷害我們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那這個就是第一 就是我不受了那些傷害 然後跟著怎樣 他不單止當時受了 他還回家反覆思想 怎麼反覆思想 哎呀 為甚麼他這樣 譬如說得更新 為甚麼我丈夫這樣 為甚麼我太太這樣 為甚麼我的兒女這樣 為甚麼我的朋友這樣 就是這樣 就反覆思想 哇 他講了這樣的話 哇 又反覆思想他的事 又反覆思想 哎呀 都是我愚蠢 被他這樣罵 哎呀都是我愚蠢 所以做錯事 被他罵 我們就會反覆思想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試過 被人罵完 回家就終於想 終於想 等於甚麼呢 recycle垃圾 但不是recycle了其他東西 是不想 不斷吃 垃圾好不好吃 我認識大家 現在不想吃垃圾 不過很多人都吃垃圾 被人說完 就不斷想 不斷想 所以搞到很不開心 好了 接著反覆思想 還怨恨 哎呀 我對他這麼好 我幫他這麼多 他都是對我不好 還有致練 我真是苦了 唉 就算基督徒 都有時會致練 其實致練是沒甚麼用 有些人祈禱都是致練的 神啊 我很慘啊 你快點幫我 哎呀沒有人幫我 我朋友 我沒有朋友 快點給我朋友 哎呀我沒有男朋友 快點給我男朋友 即就會呢 致練 其實這個致練 其實我們不用想到 神是 有些人覺得神是後母 其實神不是後母 神是很喜歡祝福人的 所以你其他時候 神有我之後 你很想祝福我 你身體定義祝福我 主要我走你的路 先求你的國 和你的義 你一切都加給我們的 你凡事祝福的 這樣這個是正確心態 不過 的確很多人的思想模式 不是很正確 不是屬於神的 是用世界的模式 好了 不用正確的方式處理 等一下我會講的 講閒話 發脾氣 扔東西 罵那個人 這是不正確 接著是甚麼呢 深層的傷害影響心理 你想想 我想問大家 一個星期受一次傷害 算不算是多 還是算是普通呢 普通 那你如果一個星期一次傷害 又扔到心裡 第二個星期又 第二個傷害又扔到心裡 扔到心裡 扔到心裡 會怎樣 有沒有有時覺得 心有種重的感覺 有種刺的感覺 這個就是 裝上裝上 是很慘的 曾經我看的一本書 講到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說 饒書和忘記 裡面講到一個太太 那個太太很美 這個太太 這一次就不是丈夫的外遇 而是太太的外遇 那個丈夫就很生氣她 很生氣她 很生氣她 很不喜歡她 她說呢 我不知為何我生氣她 很重很重 那後來她的故事 就是講一下故事 天使跟她說 你知不知道你每一次生氣你的太太 就有一顆石仔落了你的心 那你越生氣 你的心就越重 所以你的心重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 你的心有沒有些重的感覺 她就說很重 那天使就說 你每一次你祈禱 你遙恕她 你每一次親人神 你遙恕她 你每一次親人神 你遙恕她 有一顆石仔就會裹走 那你越鬆 你越祈禱 越親人神 你越遙恕她 你的心就越來越鬆 原來就是這樣的 原來你的心 揹著這些重擔就會重 為何那麼多人那麼慘 為何會有人跳樓 為何會有人那麼煩 為何會有人那麼煩 為何會有人那麼失望 還有吃精神藥 我太太學校教書 她說一個平均的數字 只有平均數字 只有八個學生 有四十個在吃精神藥 即是百分之二十個有一個 二十個有一個在吃精神藥 即是她說如果那班 現在的學生就不像以前那麼多 我們以前是四十個學生 如果假設四十個學生 就有兩個在吃精神藥 如果是二十幾個就是一個 原來學生都有那麼多 有壓力 有些創傷在裡面 也有很多人沒有出聲 即是她應該 其實我不覺得應該吃精神 我覺得是應該找耶穌去醫治 Amen 那是真的得到醫治的 真的得到釋放的 我希望大家倚靠耶穌 那我先說我自己 我小時候因為家裡分辨 家裡很多吵架 結果怎樣呢 我小時候突然間就開始 發樂夢和夢遊 這個是我小時候開始 我去到最嚴重的時候是怎樣呢 那時候我在大學 在大學發夢就是我起一封牆 為什麼起一封牆 發覺我站在一封牆裡面 那起一封牆 哇 四圍都黑漆漆 跪在一封牆裡面 我就很害怕 就用力 用拳頭打 一打呢 因為那些牆 就不是我們香港那些牆硬的 是軟的 一打就穿了一封牆 即是我在發夢 最重要的時候 還有那時候我很怕去 去修營 去修營 因為吃的東西不同 我就容易發夢 就會大喊 即是我在這樣的情況 但是神可以醫治我 一路釋放我 當我經歷四年之後 一路經歷輕散 一路喜樂 其實不單止我喜樂 我為人祈禱都喜樂 今早 不是今早 剛才幾個人祈禱的時候 都有一個人說 哇 開始開心 感謝神 又開始感動了 神的工作 真的很真 我一起說 多謝耶穌 耶穌可以支持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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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可以把重點煩惱 我真的現在是鬆了 感謝耶穌 發的夢是平安的 阿們 好了 那講一下什麼不好的主理方法 因為很多人用了錯誤的方法 我們一起讀一讀 從那裡讀 反覆思想傷害 反覆怨癢 拒絕放手 拒絕妖書 找負面的人去傾訴 然後呢 從此負面看人 看己 負面情緒 那這些 雖然你說 哇 這些是不對的 但是很多人都用這個方法的 就是為什麼反覆思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跟那些人聊天 他講得很煩 很多問題 但是呢 他講來講去的 你有沒有聽過有些人說 他重重覆覆 你每次見到他又講同樣的東西 講來講去 講來講去 為什麼呢 因為他腦不斷翻帶 所以他口又不斷翻帶 心就是這樣想 口也是這樣說 有沒有益處 沒有益處 其實我們應該多想些什麼 神的說話 正面的說話 神的祝福 但是人呢 是很自然 是不是很自然去想神的說話 不是的 是要刻意的 但是自然想什麼呢 不好的東西 人的傷害 就是重覆去想 還有反覆怨癢 一直怨癢 然後拒絕放手 不肯放手 是他衰 是他這樣傷害我 哇 他傷害我到什麼都沒有了 哇 他把我真的搞到我什麼 整個家庭這個問題了 可能是這樣 但是呢 當我們不放手的時候 同樣我們自己就永遠成為受害人 所以不放手是慘 慘過放手的 有些人說 這樣很不划 不便宜了 便宜了他 其實不會宜了 他要面對神的 所以你連輸他 其實他很慘 反而你說 我放手了 我可以做小鳥 可以做小鳥 輕鬆一下 其實我們大家都可以輕鬆 你見過 牧師哪有講道做小鳥 其實我們可以做小鳥 你有沒有看到神做小鳥 是不是很輕鬆的 是 真的很輕鬆 我們今天出去傳播 我看到一個人 有兩龍鳥在那裡 是 我都很喜歡見到的小鳥 他那隻叫做 上海相思 我跟他拍了相 又跟他拍影片 就是小鳥其實很自由 你看到自然界那些 就像麻將 我有沒有看到麻將 會變得很開心 很輕鬆的 神就是這樣 天堂 神有沒有說 哎呀好煩啊 哎呀 都不聽話的 好煩啊 神會不會這樣 神會不會這樣 神會不會捉住妳 雖然人不好 救命啊 神會不給妳 我已經幫了妳扒綿 帶妳扒綿 妳都在香港 怎麼反應我 明這裡我搞錯 快點 irdi買assemb Ext running 耶稣不是这样说 耶稣说我因为祈求 叫你不止失业信心 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看到耶稣很接纳人 很轻散 不要紧的 被人伤害不要紧 不用背紧 背紧是没有人能够担得住的 我也担不住 我发觉我其中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伤害我已经放了手了 第一件事我是急 因为我太多好的教导 我感激的神 我很想快点舍 心急在洗碗的时候 我常常想心急快点洗穴 快点去做事 谁知道我发觉心急 心就会忍住 原来发觉人是不急得 不忍得 不怒躁得 你一做出这些东西 你是很辛苦 有没有发现这种东西 有 任何不好的感觉停留在心里面 都很辛苦的 所以我就说不要急了 现在享受神 洗碗也好 做什么都好 拆牙也好 一路享受神 一路感谢神 这样的时候 放手 不要急 神要做的速度 我做到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了 我不用比神快的 我就是做到多少多少了 还有就是找负面的人去谈负面 大家斗负面了 越说越负面 而且从此之后负面看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没有好人的 个个都是坏人来的 甚至基督徒都是坏人 都是假的 有假 不过有真的 他从此之后看人都是坏人 还有看自己 我没用的 我都是这样的 我整天都是这样 永远都是吃精神药的 永远都出不了来 已经治不好的 这个都是有很多人 还有负面情绪 这都是一些不好的处理方法 如果大家用这些方法 你就知道 这些不是好的方法 是用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最好的 伤害留在人的潜意识一世 这个代表潜意识 潜意识是什么意思呢 你露出来 小小的冰山 就是我们的说话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表现 但里面潜伏了很多东西 是里面深层受了很多的伤害 有些人就会是 从小到小有很多胃 我感谢神 我太太其中一个例子 因为当时 我跟他做什么好事呢 他真的好开心 真的好像小朋友那样 我很少见到大人 笑好像小朋友那样 那我感谢神 神叫我恢复回来 因为我小时候是没有笑 我家里是吵架 打 不是开心的 所以我小时候是没有什么笑 但是呢 我可以笑回 可以好像小朋友那样 是神的医治 但是呢 始终我们人 是没有一个人 是完全里面医好了 这个就是发恶梦 发恶梦就是代表 他前面识美医治 神来到 是要叫医好伤心的人 我们都其实见到 有些基督徒 他信耶稣 但是他不知道 原来耶稣可以释放医治 他不知道耶稣 是叫劳苦丹 重当人得释放 而我去讲这些信息 我是想第一你们得释放 第二你们出去 祝福人 帮人得释放好吗 见到周围的人 有需要你帮人得释放 你就会 你又轻松 人又轻松 你越帮人呢 你越满足 你整个生命越满足 创伤可以有什么后果呢 对自己 人制和处事 就是对己 对人 和对处事 都有问题的 第一 对自己会怎样呢 影响我们自己的思想 情绪 自卑 低层 受到创伤 这个人会不会很开心呢 就是如果他没有处理好 会不会很轻散呢 有自信心呢 不会的 他一定觉得自己没用 其实就算一个好 有时候有些人说 好沙尘 好沙尘不代表他一定是 没有自卑的 好沙尘不代表他健康自华形象 他只是沙尘 他要聪明给人看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聪明 所以他要聪明给人听 其实很多人都是里面是自卑的 同时可能丢奥的 他要聪明给人看 但他里面是自卑的 不开心的 这个是自己 跟着呢 人制怎么样呢 人制关系有很多问题 做工做不长 很难和人相处 还有会逃避人 或者是发怒 然后处事怎样呢 没有了处事的能力 有些什么事 就好像整个人 好像很紧张 很懵吓 很害怕 其实呢 一个人未得医治 是很多 很多困难的 好了 人有时候找错方法 他想找方法 不过找错 什么错的方法 就是这些错的 我们知道 第一 是什么呢 依赖人 靠人的安慰 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什么朋友 丢着 死丢着 自己去找他 有人找他 为什么你昨天不见了 为什么你昨天没有找我 哇 那个人立刻觉得 哇 我认识了你做朋友 以后都要 天天都要找你 哇 就是他害怕了 他拔着人 一旦有人找他 就是有人愿意找他 他就拔到实了 其实他更加容易失去朋友 因为那些人都怕了他 哇 一谈就永远谈不完 永远都是口一路重复重复 讲不同的 不好的东西 这样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有些病态的 对不对 你不要告诉他 你不要说 你有病态 不过我们知道 有些人真的已经有了病态 那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聆听他 关心他 安慰他 要去医治他 我们就不要去刺穿他 我说你差不多有精神问题 哇 他立刻吓得要死 不用这样跟他说 就是 你听他说一下 他的忧伤 他的重担 回应他 关心他 然后某时候 你就分享你的经历 然后你又可以说 我为你祈祷好不好 我都很想训练大家 个个都有圣灵的能力为人祈祷 是可以的 我们借先 几个人在那里祈祷 都个个都经历到圣灵七生 真是好真 好好的 好了 另外就是 泛望事情顺利带来快感 另外一种就是 希望让人都好 好像这个女孩 我假设 我梦想有浪漫就好了 有个男孩喜欢我就好了 我认识一个人 其实他现在是有很严重的情绪的问题 他就说 我很想有男朋友 很想拍拖 我想说只是说一个情况出来 我说其实你现在不适应有男朋友 因为你有男朋友很快 他会觉得跟你相处很困难 你会很明显受伤害 你都很容易被人利用 我说这个时候不适合的 你等你健康回先 你健康回的时候 你亲人神神就你预备吧 但他不肯 他说我要找 我说很难有人在你这样的状况 会欢喜你的 他说或者有人真的会爱我 你真的会爱我 我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人 真的说我见到你几多问题 我都是想爱你 其实是 就是很少人真的付出爱 但是他就有这个梦想 当他有梦想 他整天想得到想得到的时候 他得不到的时候 他就失望 其实我们不是 就是说 找一个男朋友 找一个女朋友 我就解决 解决不了的 我们先处理 然后先处理了 然后才能够去经历到这些 然后另外就是 寻找享受令自己开心了 吃东西吃到肥了 或者去玩 去睡觉 希望这些方法 是不是吃东西 睡觉 去玩 是不是就会解决问题呢 是不会解决问题的 好了 而有些思想模式是错误的 就是这些会破坏性的 就是什么呢 我伤害太大了 治不好的 没有人治得到的 你帮不了 耶稣帮不了的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第二 这个人抢掉了我所有 没有办法补偿的 他永远拿走了我的东西 以后都没有了 我不能去遥述他 遥述他太容易了 这个人一定要罚他的 或者很多人帮我都医不好 你帮我有什么用呢 这都是一些负面的想法 就是觉得没有希望 我希望大家 有希望 在耶稣里面有希望的 还有人可以帮到的 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真心上得意志 就算我们不是很严重 你不要说 有些人说 我都不是很紧要 我现在都不用吃什么 成熟药 总之我们的心有烦恼 就需要处理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 他有烦恼呢 他天天有烦恼呢 他天天一直下去呢 那个烦恼是只会加深的 如果你发觉在过去一个月 你每日都有烦恼的话呢 而你都尝试处理 处理不了呢 你是需要有人帮助 我们很乐意辅导你 和为你讨告 去帮助你的 就是说如果你没找到 处理的方法 而过去一个月 或者过去几个月 都是每日都有烦恼呢 如果继续下去 那个烦恼会不会自己走去呢 是不会的 是需要一定的治疑 而没有处理的时候 是只会加深 情绪问题是只会加深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就是有很多人呢 当他不开心 因为为什么他不开心 他继续不开心 继续想起那些不好的东西 继续觉得很烦恼 那个烦恼就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的时候呢 它不是改善 而是变差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想松散 我想好像雀子 好像天使一样那么开心 你那样 那就是耶稣 刚才这位 Jazz来到的当中的朋友 其实都有喜乐 我就告诉他你珍惜这个喜乐 原来亲近神可以开心的 开心就是将那些重的烦恼 拿走 那就是耶稣 我们可以喜乐的 好了 还有很重要 你信不信耶稣能够医治 因为耶稣是全能的神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什么都可以的 所以他一定能够医治 还有你愿不改变自己 你得意志 要得意志一定是改变 不是说他改变我就得意志 不是的 不是你的家人 不是你周围的人 是我们改变就得意志 三个图 第一幅图就是忧伤的 接着你亲近神 接着你变得喜乐 有时说 我也有亲近神 为什么还没那么快呢 有时是需要将里面的东西挖出来 因为我们的心好像良葱那样的 有时你面头医着 但是里面还没医好 需要一层一层的医治 好了 神的医治的心灵 可以大大更新和提升人 可以希望大家深信这件事 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经历过圣灵 但有些人是这样的 经历了又好像忘记 又保持不了 但是当你想回经历那一刻 是不是很奇妙 我想问大家 在你想回你经历圣灵那一刻 无论你什么时候经历 你觉得奇妙的请你举手 有几个 举高的手 然后大家周围看一看 你看一看周围有几个 这个奇妙我想说 就是神的奇妙 一起说 这个就是神的奇妙 神是很奇妙的 神是很伟大的 是很好的 所以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 有些人说 那我们经历一下 问题就是 如何时时经历 保持这个经历 你就可以大大提升 就是我们心上的东西就是 神是最美善的 神是最美好 一起说 神是最美善的 时时有神的同在 整个生命就被提升 就可以祝福人了 而当生命不是这样的受 就是偶然的经历 是不能够全面 圣光在人的 好了 而得到医治的秘诀就是六样 那一会我们就会讲这六样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第一样 深信神的爱 让神的爱医治 第一就是神的爱 有些人也有这样的期望 他希望就参加某些聚会 接着有个大能的 暴徒家为他要按走 按走完 接着已好了 回到家没事 很多人希望是这样的 但我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的 是一定要需要处理 是一个长期的同神的关系 而这个基础一定是神的爱 虽然圣经经常说 神爱世人 常常说到神的爱 但是很多人呢 常常想到神是什么呢 神是我做得不好 我祈祷不够 我没有遵从了神的吩咐 我有犯罪了 为什么人会这样呢 因为基本上人是活在律法之中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常常说我做得不够好 我要做什么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做什么就乖了 你不做 你不乖 就不疏你了 很多人就觉得我要乖 神才爱 但圣经就说是神才爱我们 神的爱改变我们 神无条件爱 所以每一天呢 当你祈祷了 你跟我这样说 耶稣在爱着我的 一直说 耶稣在爱着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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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陪着我的 耶稣在跟我一起的 祈祷经常说 耶稣在爱着我的 好了 接着 第二一词到 深信神所持的 超越伤害的破坏 就是那个伤害 就算破坏你 但是那个伤害 破坏只是破坏一些而已 只要你有信心 你亲人神 补回给你 我以前的伤害都算是大了 会这样发我梦 但是神现在可以医治我 让我得释放 祝福很多人 就是祂给人 超越以前的破坏 第三 深信神会提升我的价值 这个就是 回应自卑感 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卑 没用 但是神会提升我们的价值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 第四 对伤害放手 不介意 痛苦就减少 就是说 当你放手 其实那个人做什么 不要紧要的 不用介意的 他骂完我 在空气中消失了 不要捉死就可以了 以往那些我们都放手就可以了 我一会儿都讲到 什么方法放手 第五 连率和饶恕 伤害我们自己的人 就是那些人伤害我们 其实他都很惨 他都被人伤害过很多次 所以他是受伤害者 我们连率他就能够遥说 因为遥说 心就会缩辱 不遥说 心很重的 我们就要遥说 然后跟着呢 要重建 我们一起读 重建自我形象和生命 就是你不是只是 只是松了 你要重建你的自我形象和你整个生命的 好了 那我们首先 未入这六点 我们要讲讲人和神的分别 就是我们要深相信神是最好的 一起读一读 容易受伤 被人一骂就会受伤 容易很负面的 人无力自救 就算有时候有些属灵的人都会负面的 譬如他一被人击 他就会立即有些负面的感觉 就是人很自然会负面的 还有人救不了自己 当人在抑郁真的救不了 一定要找神的 所以一定要找神 然后外面似乎正常的人里面可以有问题的 不是一定外面正常的 就是一定他是正常的 好了 神是怎样一起读 神完全美善 神乐意医治 神能医治全人 所以天堂的人士完全美善 神是完全美好的 美善的 又很乐意祝福人 医治人 现在他能够医治你全个人的 全部医治好了 所以天堂的人是完全美善的 天堂是最好的 那你就快点去天堂了 但我们有未完的工作 在今世可以祝福人 今世这个过程 都是比我们更加欣赏神的 所以在今世这个困难的时候 你就说 神啊你真好真好 我真的要享受你 好似活得 好似天堂那样 这个是我的目标 每天都说耶稣爱着 我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真好 好了 我也讲讲有两种医治 因为很多人以为只是灵性医治 有无性的和生活的医治 有无性的释放和灵性的医治 无性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 处理对神的看法 处理对自己的看法 处理人的影响 处理情绪思想 处理与人的关系 处理对相同的看法 就是我们要处理一些问题的 由灵性的释放 就是亲人神一起读一下 信外接受神的爱 长时间爱慕神 圣灵充满 断绝与邪灵关系 信必能胜过邪灵 奉主明赶邪灵 或者奉主明得得医治 好了 我们逐点逐点去 每一点我们都是用小小的经文去支持的 第一就是一起读一下 深信神的爱 让神的爱医治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 一起读一下 压伤的奴维塔的截断 张产的灯火塔的吹灭 神很美好的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没什么人接纳他 很惨 很困难 但是我们很乐意帮助人 其实我们帮助的人 有很多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各样的问题 我们都很乐意帮 我们恒心 每个礼拜去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神的心 我们很想帮到人 我们有这个 就是见到人 忧伤痛苦的时候 我们心就伤心 很想帮到他 那么我感谢神 有一帮忆子女跟我一起配合 他们受了训练 跟着他们愿意帮人 跟着我们每个礼拜帮人 就发觉 真的是神可以使用我们 所以我心里面 常常说 神很乐意帮我们 神不会看小我们 多困难也好 神一定有出路 神一定接纳我们的 那这个我希望大家深信 譬如你刚被人骂完 你说神一定接纳我 神一定帮我 不要紧的 神会帮我的 这个人不能够伤害到我的 还有神有的同在 有超然的能力 超然的能力 是医治的 我们一起读 以筹卫书61章1到3节 那一部分 自己抽一部分 主也会都要领在我身上 因为主也会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 天启显摸提的人 差议为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劳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由第二节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第三节 千态观与岁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代替悲哀 赞美以代替邮伤之灵 这个经文好像救了大使命 为什麽呢 祂叫祂传好讯息 去猜猜祂出去 猜猜之前有什麽呢 主耶稣的灵在祂身上 神的灵在祂身上 因为耶稣高割祂 就是用圣灵来高抹祂 就叫祂做什麽呢 传好讯息 传神的福音 其实今天一样 因为今天都是应验的 就是说今天我们出去猜猜 因为耶稣在会堂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经文 祂就说到 祂来医好这些伤心的人 去释放人 耶稣就是用这个经文 就是说今天仍然在我们身上 那这个讲到 除了传好讯息 就是什麽 医好伤心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 真是很多伤心的人 报告秘老 可以释放 可以人被情绪 烦恼 人制问题 很多东西捆绑着 还有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很多人是很悲哀的 很不开心的 赐华官与石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就是有很多人的头上是灰尘 但是神会给他一个 好似世界小姐那些皇冠 有些皇帝的皇冠 我们都是很尊贵的 我们过去都很尊贵 一起讲 我们是神的王子公主 神体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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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有华官 还有有喜乐游 喜乐的心代替悲哀 还有赞美依代替悠伤之灵 我常常赞美 其实就是说 原来圣灵来到 就是叫我们经历到神的本性 经历到神的恩典 由生命被改变 还有呢 深信神所赐的 是超越我们所有的伤害的 《黑开书》 《二章九指一诗》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有很多的宝石在这里 但是 耶稣说 这个不是 这个是神讲的 《黑开书》先知和神讲的 这个时候耶稣未降生在世上 耶稣在天上未降生在世上 他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 这个殿后来的荣耀 是神的教会和神的天堂 在那里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 因为以前是属地的荣耀 之后是神更生了属天的荣耀 其实基督徒可以有属天的荣耀 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失去的 是可能一些以前有的财富 以前有的自尊 以前有的你觉得那时候开心 那你得到神的习治之后 你经历的是属天的喜乐 属天的能力 整个生命提升了 那种更加美好 如果不是我经历到圣灵 我真的觉得我的生命 现在都不会这么大的提升 就是神给我看到可以这么大的提升 我就发觉 不单止我 每个都可以提升 所以我就在香港和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尽量去告诉人 你的生命很宝贵 你可以大大给神使用 以前有伤害都好 将来我们超越了这一切的伤害 但有时候人会觉得 左手边那个就代表以前的他 他就觉得以前的他已经很好了 后来就得了 就变成了有问题 但我们不只是去回以前的我 我们去回一个更好的我 是一个充满神的荣耀 后来的荣耀更大的荣耀 是将为更加更大的发挥 所以很多人经历圣灵 他真的听神话 他的生命可以更大的提升 还有神可以将我们变为新人 我们读黄色的部分 将冠冕上的宝石 我们好像冠冕上的宝石 而我觉得我们是神冠冕上的宝石 如果大家记得我写的一首诗歌 就有讲到这个 我是你冠冕上的宝石 记不记得这首歌 我就是用了这个经文 就是我们就是神冠冕上的宝石 是很宝贵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们是很宝贵 我们的价值 没有人能够取代 所以我们不要做烂泥渣 我们要在这里起床 我们要被医治 被释放 我们不要有任何的伤害 在心里面 还有神会提醒我们 在诗篇911篇第14节 开始讲到 因为他专心爱我 爱耶稣 神又会如何 踏救他 安住他在高处 跟着呢 最一行一起读 与他同在 我要踏救他 使他尊贵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然后第四点 就是对伤害 放心 放手 不要介意 痛苦就会减少 起码来说 十三一六节 一起说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样 主帮助我 我不用怕 人能把我怎样 不要紧 放手 就算骂我又怎样 就算打我一身又怎样 就算抢了我又怎样 就算拿了我的钱又怎样 我可以有法 全部都有法 甚至有些人有性侵犯 这个是很大的伤害 是很大的伤害 但如果永远都在这个伤害里面 是得不回的 所以就算是有性侵犯的 你求主安慰你的心 给神去医治 恢复在神里面的信心 然后跟着被医治 我也曾经为一些 曾经经历过性侵犯的人 他们得到安慰 反而被提升 可以提升 有时 他的性侵犯令他更加 我觉得我需要医治 更加帮着耶稣 更加得到释放 就像这里的手 那个男子 那个球走了去 走了去 你伸手 回来 回不回来 放手 不要紧 很多过去的东西 好像垃圾 要放手 这些所有的 将负面的话 倒出来 不要反复思想 好了 跟着第五 就是连述和遥恕 伤害我们的人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 倘若者人与那人有言规 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遥恕 至于怎样遥恕 你们也要怎样遥恕人 很多人说很难遥恕 遥恕的锁是什么呢 就是连述 假设 这个代表一个人 是伤害过你的 骂你的 很随意骂人的 其实随意骂人的人 他是被人骂过很多 他的口常常出惑言 他常常怒怒怒怒怒怒怒 他为何会那么容易骂人 因为他被人骂很多 所以他的心是伤透 那你连述他 你就说事实 他比我 其实他比我 我就连述他 有时候有些同学 他喜欢骂人 他在家常常吵架 是不开心的同学 那你就连述他 你就祝福他 有些人他未必接受你的祝福 但你就深祝福 要恶恕他 这样的时候 反而我就松立 他做什么 我不用介意的 这个我可以说 告诉大家 不是一次过的 是需要多一次 你想回他 你就说 其实他很可怜 他有一天见到耶稣 更可怜 因为见到耶稣 神会追讨他的 因为他伤害基督徒 是很大罪的 所以我更加要怜悯他 更加要为他祈祷 如果他不悔改 他日日见到耶稣很惨 所以你这样想 他很惨 我要为他祈祷 给他一对善待 这样他有机会回头 然后第六 就是重建我们的自我形象和生命 因为这样 我们才得到医治 马帝十一章二八到二九字 一起读 凡劳苦丹重丹 那些人可以到我者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有何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丫 学我的药识 只要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个讲到 来耶稣那里就得到安息 但是跟着耶稣说什么 他说 他说我很柔和谦卑的 你们就负我压 就是说 做耶稣所吩咐我们做 并且又怎样呢 学耶稣的生命 这个就是重建生命 如果我们想得到医治 我们需要学耶稣的生命 我们学耶稣那种柔和谦卑 所以祝福人 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提升 如果我们不学习 我们的生命就不被提升 这个学习都是要时间的 慢慢来一步一步 就会学习 这样的时候呢 就变得有信心 我告诉大家 因为我小时候很少笑 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 不是中学的时候 我在黄仁书院读书 我们是有黄仁口琴队 经常拿冠军的 我们上到台上 整班同学 那时候第一和第二名 两个上台上 跟着呢 那个评判就宣布 你们其中一队是会得奖的 跟着呢就宣布了 黄仁冠军 哇 我的同学 每个都在笑在跳 我是看着他笑 看着他跳 但我不笑得出声 因为我家里是没有笑的 我不懂得笑 我见到他很羡慕 但我不笑得出来 但现在我懂得笑 是重建我里面的自信心 我可以开心 我可以开心笑 我不是只是看人笑 我不知道大家有试过 你竟然很开心 你很羡慕 但你现在笑不出 那我们可以重建我们的自我形象 我们是神所宝贵的 那重建什么呢 我一起读一读 重建健康的自我形象 重建属神的正面思想 就是这样 属神的喜乐平安 接立人的罪 正面看人 祝福的心态 与人交往的言语和方式 处理事 和侍奉神的能力 这里讲到什么 重建 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们是很贵的 我们是重要的 属神的正面思想 很多人经常都想负面 哎呀好淡 好难啊 哎呀做不到啊 但我们说做得到 靠着神一定做得到 一定可以克服的 属神的喜乐平安 重建又喜乐平安 还有能够接立人有罪的 于是正面看人 有很多人是对世人 是很负面的 即是分世侄俗 很负面的 我们要建立正面看人 每个人都很宝贵 可以被医治的 还有祝福心态 还有与人交往的言语和方式 有很多人不懂得与人交往的 我们学会 怎样与人沟通 怎样去说正面的说话 怎样去帮助人 怎样去辅导人 还有处理事和事奉的能力 这些都是我们训练的 我们在我们的信息和训练 是建立人 全面性的提升 将圣经应用在生活里面 不只是懂得圣经 懂了圣经 怎样医好自己 怎样提升自己 跟着帮人 因为只是懂得圣经 不懂得用 都是没用的 是怎样用出来 才是重要的 而得到医治的秘诀是什么 心而更生而变化 这就是正面的六点 我们再做一次 刚刚的六点再做一次 深信神的爱 让神的爱医治 第二 深信神所斥的超越伤害的破坏 第三 深信神会提升我们的减值 第四 对伤害放手 不介意 痛苦就减少 第五 连率和遥处伤害自己的人 第六 重建自我形象和生命 每天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这三种祈祷 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 恩典祈祷 神在爱我 神在陪着我 神在帮我 神在帮我 神在祝福我 经常都宣告 由上至下 就是恩典 恩典的祈祷 接着就是 爱慕神的祈祷 或者亲近神的祈祷 就是 感谢神 我爱耶稣 我感谢耶稣 我欢喜耶稣 我需要耶稣 我会用这些字眼 我需要耶稣 我拉着耶稣 我贴着耶稣 就是由下至上 由我去到神那里 由互动的祈祷 是什么呢 一路祈祷 深信神现在在爱我 譬如我在讲 神现在很欢喜 神很欢喜 看到我为祂说信息 神也很欢喜你 过用心听 这样你做人 就会开心很多 一路走路 一路走路 一路谢谢耶稣 耶稣现在很欢喜 我感谢祂 这样呢 是有加添我的信心 因为很多人在祈祷 神啊 你听不听 神啊 神啊 到底我的祈祷 答不答到你的标准 我们就会怕 其实呢 你只要你的心 我需要你 神就很欢喜 神啊 我悔改 我需要你 我拉着你 神就很欢喜 其实是一样的 神是很容易找的 只要你真心找他 他就很欢喜 所以这个互动的祈祷 很重要 我现在操练一下 给大家 告诉我这个是恩典的祈祷 或者是亲近 叫做亲近神的祈祷 就这样说亲近就可以了 恩典 亲近和互动 OK 譬如神在爱我的 这个是什么呢 恩典 恩典 非常好 有上至下 非常好 我感谢神 恩 感谢神 是亲近了 我做嘛 是不是 是我做的 我做的就是 又下至上的就是 就是亲近神了 我在祈祷神欢喜的 恩典 互动 就是神一路 一路欢喜的 耶稣陪着我 这个是什么 恩典 因为神做的就是恩典 我需要耶稣 亲近神 就是我 是我做的 我一路亲近神 神一定亲近我的 互动 互动 非常好 你学得很快 是很重要 你每一天 我都是的 每天起身 神在爱我 我会这样 耶稣爱我 多谢耶稣 耶稣在爱我 可以很轻松 感谢耶稣 耶稣陪着我 这些祈祷 还有代讨的 还有被神改变的 祷告 不过这里 讲到是得力的祈祷 OK 而重复做医治 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要 我只是解释了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祈祷 那这个 重复做这个医治 你自己可以做 我和我都会带大家做的 就是祈祷之中 回到伤害的情境 有人伤害他 第二 深信耶稣当时已在 他定义祝福你的 定义以治理 那时候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孤单 哎呀 关事我被人骂 以前觉得很孤单 但现在你回到这个情境 其实耶稣站在旁边 他已经定义我 他定义祝福我 提升我 然后呢 求耶稣向以前的自己讲说话 就是为什么呢 耶稣说你跟我讲说话 耶稣说你很宝贵的 我看重你的 我定义治你的 我提升你的 我好爱你的 你很重要的 然后自己都可以向以前的自己讲话 自己怎么说 和我自己小小说 有一天你要捉好很多人的 你知不知道 你将来捉好很多人的 你很伟大 很重要的 你那些现在的伤害放手的 就是去回那个情境 放手回那个情境 遥恕回那个人 然后对伤害放手 相信自己不惨的 然后体恕和遥恕 伤害的人 你试试这样做 重复重复做 一想起那个人 你立刻这样做 你慢慢就觉得不重要 你慢慢就会放手 在这一阵 我们就会带大家有个祈祷 主耶稣 你又想着耶稣爱人自己 爱我 多谢耶稣你爱的 多谢耶稣陪着我 主耶稣爱我 多谢天父 多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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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现在来到我们 多谢你 耶稣在这儿 有人说 怎知道耶稣在这儿 因为耶稣说了 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命 祷告他就在这里了 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命 祝会他就在这里 并且我们亲近神 神一定亲近他 你和耶稣说 耶稣我里面有很多重担 我里面有点压力 我需要你 耶稣你帮我 你和耶稣说 耶稣我需要你医治我 耶稣我需要你医治我 你可以去回一个 以前你曾经受伤害的情景 想回那时受伤害的时候 当时你的心情 可能你觉得很孤单 可能你觉得自己一个人面对 可能你觉得没有人同情你 没有人明白你 但其实耶稣在 因为耶稣原来你已经在 在创世之前你已经简讯我 你已经认识我 你需要你震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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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耶稣 与我同在主耶稣 欺负我主耶稣 欺负我 欺负我 你跟耶稣说 我当时真的觉得很伤心 觉得没有人明白我 但耶稣说我明白 我知道你的痛苦 我知道你的困难 在我没有难吃的时间 在天堂那些人 个个都很开心的 你只要进入我里面 只要你进入耶稣的里面 耶稣啊 你就是对耶稣说的 你医回我以前的伤害 你医治我以前 被人伤害完之后 我心几土 耶稣安慰我 耶稣立即会来 耶稣安慰我的心 耶稣 心呼吸 哦耶稣耶稣 Oh耶稣耶稣 耶稣 你痛在令我完全 你痛在令我完全 耶稣 耶稣真的好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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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痛在令我完全 耶稣 你试着把这些重弹吹出来 你可以跟你小小过自己 跟你小小过自己说 你甚至想着你拍下你小过你的头 拍下它 抱下它 你那些小朋友 我就是你长大之后的你 你看我今天有耶稣 我知道有盼望的 你那时候觉得没有盼望 我现在知道有盼望了 我知道有力量了 我知道耶稣很好 耶稣安慰我 耶稣安慰我的心 医治我的心 和我一切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敬拜你 释放我的灵 指我能敬拜你 傅 problemas 主人 指我 Pharaoh however 就去 teacher enes 以我能得 死亡 死亡我的年 来见拜祢 你把那种重弹吹出来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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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种重弹吹出来 可能你会有喜乐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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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我的年 使我能见拜祢 死亡我的年 使我能责祢命 让冲突射下 是我能得 死亡 死亡我的年 来见拜祢 但这一刻我代替耶稣跟你说 神很疼你们的香港 你让耶稣这句话入心 神很疼你的 神见到你的心就很开心 神见到你想得到以前 神就很开心 神说我等了你亿万年了 我没有这个世界 我已经在等着你 在这个世界里出生 我已经等着祝福你 让你成为我的儿女 然后我就可以大大祝福你 我已经等了很久 让你来找我 我很爱你 我很爱你 我看从你 你是我心肝宝贝 你是我眼中的童人 你是我冠冕上的宝石 耶稣跟我们说 我们个个都是他冠冕上的宝石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神会医治我 神会安慰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宣布 神会医治我的 神会愿意放松我 叫我轻松的 神会提升我的生命 神会改变我的生命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唱一首喜乐的歌 让神的喜乐医治我们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非世界所持 非世界所能夺去 可用不饶鼓下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非世界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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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路亚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好威伤 非世界所持 非世界所持 都如 producer 下以言后悲伤 一直起生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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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再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多谢耶稣 一时说 多謝耶穌甘愛我們 多謝耶穌力祝福我們 多謝耶穌力逼迫我們 多謝耶穌感激滅滅滅滅 多謝耶穌力逼迫我們